上课了 把书拿出来 把和学习无关的东西 说好 张老师 我这个是和学习有关的东西 是专门用来学几何的 你这明明是在大城堡 而且这是语文课 数学课再还给你 不少妹 你怎么也玩起来了 张老师 这是我的护手绷带 像这样包住手指 写字的时候 就会轻松一点 还能重复力拥有 可是让你护手 没让你玩cosplay呀 给你留一点 用完再找我 老子 你不许再把零食袋子 等我这儿 我这儿又不是垃圾桶 你约逃 你又带萝卜刀 张老师 我没有 这是我的新橡皮 你看 那也不能处 万一养成习惯 拿其他东西 冲过去怎么办 盒子没收了 强跳 你手痒痒吗 张老师 我不是在蹭痒痒 我是在练习 五指琴的琴 别人是 未成曲调先有情 你是未成曲调先烦人呀 陌生 上课除了回答问题 不许发出其他声音 小美 你居然带口红来学校 老师 这不是口红 这是橡皮 现在的文具 画样真多呀 这种橡皮 影响你注意力 我烧卡 我的皮肌呀 静静 这是课桌 不是台球桌 你还带玩偶 张老师 台球是体育运动 我以后要成为 台球运动员 还有 这不是蠻偶 这是和学习有关的 薛比刀 其他运动员 会计算球的 运动轨迹 你不好好学习 以后只会成为 莽妇 莫兽 老师 我这个是和学习有关的 变动橡皮哦 好吧 不许拿着玩哦 哇哦 骂什么呢 小豆给我眼吹吹呗 大嘴 你刚才说什么呢 乖小豆 这就是你的电动橡皮 我看是电动风扇吧 哼 我说 大嘴 嘿嘿 小豆你别生气 我带你玩其他好玩的 还能有什么 赵老师把东西 全都没收走了 哎 这个 赵老师 绝对没办法收 这么神奇 嗯 嗯 贵小豆你怎么了 小美 你又怎么了 咋地 教室变动舞园了 这都是什么声音 手都伸出来 我看看都是啥 这是什么 小美你说 这是题材 跨的时候 特别痒 你们就不怕冒水吃肚子里吗 这多脏呀 这些图案 还是小美专门给我们设计的呢 多好看 打嘴别说了 奇葩文具都没收了 你们还是能找到玩的 小学生太难管了